OK 這邊 我其實是客串 我拍了兩組而已 不知道會不會 你的氣氛又傳話會 那些氣氛 我的氣氛沒得再剪輪了 我拍了兩場而已 不會足夠一集的 可能十多秒而已 我是一個客串的成分 出現而已 所以不會是 其實一直在網上討論的 我拍了很多 然後刪走了我 令我很不開心 其實是從來都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我就不知道它剪成怎樣 坦白說 因為是一個客串的出現 跟歡喜哥有些交流 所以不知道 我未看制成品 我表達不到出來 一兩年實在 社會或者娛樂圈 發生了太多事 是會令到人會這樣聯想 但是放心吧 我是不是這樣的 接下來我還會拍劇 剛才你都說有些電影 現在還未知道 但是如果要回來的話 其實說真的都要回來的 就算隔離14天都好 但是同公司其實都有一個共識 是覺得如果去做一件事 是stay很久的 譬如你說拍個劇 拍三個月的 那我就會去 但是如果是做一個event 要隔離14天 我回來又要再隔14天 我就是用28天去換一天 就好像有少少費時失事的感覺 我是有少少偏心 我當然我女兒和我老婆 能夠多一天留在家裡看到我女兒 又不會走便會走呢 那是隨時的 就好像等生仔一樣 因為我真的是一家之主 還有我真的 我要和我女兒洗澡的 所以 我太太不夠力和我女兒洗澡 我女兒28天沒有人和她洗澡 就大家一夥 從沒有擔心疫情之外 擔不擔心之前的那些風波的事都會影響 其實不擔心 因為我內地 其實如果 最坦白講 擔心內地 我內地的電影其實全部都已經在上了 之前有兩部電影 兩部電影都已經上了 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其實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說過有問題了 會不會少一些在網上平台發表一些政治的說話 其實從來都沒有發表政治的東西的 不過 有很多時候做幕前 一定是會和一些敏感的東西會掛了勾 但是 這個年代如果表態 或者不表態都 因為那時我真的 我坐在那裡 大家就說我坐在那裡 我站在那裡 大家就說我站在那裡 然後好了 我站在那邊 大家就說我站在那邊 那我就有一點點 不是很懂得去適應社會 所以我坦白講 我有一段時間是 我退了它 我不玩了 我有一點點是覺得很害怕的 我這麼大一個人 學校都沒有教過 怎樣去處理這個危機 所以不認識的底下 我唯有躲起來 所以那段時間其實我很難過的 我見到家人和公司同事很擔心我 擔心我情緒 擔心我各方面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令到他們擔心 我覺得很難受 還有支持了我很多年的粉絲 他們不斷說很多支持我的說話 而令到我在家裡 都真的哭了很多次 是的 所以到自己能夠 不再受那些評論 去太過影響我自己情緒的時候 我家人都放心了 現在再想清楚一點 可能鋪一件事要想很多次 才按發表那個按鈕 是的 但有時候還是串錯字 但有時候還是串錯字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